我們一一細分的話 比如說我們先從吃的方面來省 要怎麼省 請問飲食上有什麼省錢絕招 Benny,包月 對,我這包月就是... 因為我都會找我們樓上兩個女生 一起去吃晚餐 然後他們就先點 我就先點一碗湯 然後他們吃完之後 他們都會吃不完 大概吃兩口就飽 說Benny,你要不要吃 我說 對,也找減肥的女生 沒有,女生都吃很少 然後吃完吃一陣子之後 他們好像發現我常常都是這樣 然後他們就說Benny,你要不要花150塊 包月我們的盆 對,他也不吃的 對,他說你乾脆就是花150塊 跟我們包月這樣 然後我就說我們不錯 還是划算啊 對啊 然後我想說,好啦...就是這樣 對,交朋友 你不要去交那種大胃王 因為他要吃得比你多對不對 少年,你寫得好淒涼喔 這個是很聰明的做法 每人要一口飯的 對,我就教員 我就是我同學買便當嘛 然後我就撕他的那個便當蓋 然後跟每個同學 就是他們可能六、七個人 每人要一口 然後對我來說就是一碗 一個新的這樣 那有台的女孩 對啊 對,好辛酸喔 梁武帝 我要講兩點 第一點就是 以前在寒假的時候 有試過這樣 就是一餐只吃這樣 一顆的那個水果爛 對 一顆糖 對,因為寒假沒有什麼洞嘛 然後就宅在宿舍裡面 起來就玩電腦 啊,玩一碗就睡覺這樣 沒有什麼熱量 好臭喔 沒有 沒有,沒有散發掉啊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 你為什麼不買 把你買髮膠的錢拿來 至少買一碗飯 對啊 又吃一碗麵 對啊 我用多了 OK,我會再修正的 第二點就是很厲害了 就是要睡晚一點 就把整個生理時鐘往後挪 整個往後挪 然後一天就吃一餐 然後這一餐就是吃五十塊的自助餐的便當 有飯,然後四菜一肉 有湯,鹹的,甜的 還有水果 這樣就五十塊一餐這樣 然後 因為只吃一餐嘛 所以重點是要挑 快八點的時候 去買這個自助餐 因為那時候 那個自助餐要收了 所以多給你一些 可能四菜一肉就變成六菜一肉了 就免費的剩菜這樣 茵茵是吃剩菜剩飯 就是把隔夜的剩菜剩飯 然後就是加熱炒過之後 可是因為會沒有味道嘛 因為肉煮菜都沒了 所以就加 就是你也是去隔天的醬料包 就是泡麵啊 泡到一半不是會 那些醬料沒有用完嘛 那擠回去 我今天有把它做一做帶來 妳 我跟妳講很好吃 大陸,妳看一下人家怎麼吃的 來… 妳跟妳講真的很好吃 我們來看看 這一個吃剩菜剩飯 對 但是它經過造型之後 那妳就吃吃看吧 感覺起來特別 每次好吃都妳在吃 然後剩菜剩飯給Ken哥吃 妳來啦,快點 他胃不舒服,妳來… 有什麼醬瓜嗎 看起來滿好吃的 看起來很好吃 。